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每一桌客人都会点一份新鲜出炉的牛粪面包 八次说 正是牛粪面包给阿可丁赋予了生命力 七年前 八次和满清味面包小店刚开业的时候 连续两年 惨淡经营 三十多块钱 一天三天一起结账 三天是五十七块钱 这些账本还在呢 家里走 为了维持小店运转 两人不得不各自拾起了老本行 八次到西藏大学去带舞蹈课 满清味 则到拉萨的大小酒吧里演出挣钱 但是 只要一有空 八次就钻进厨房去搞试验 我们开这个店的最初的作用也是为两个人在一起 生意再差 两个人在一起 挺好的 我们不是十楼 他在一楼做面包 我在那个三楼上就是写写东西啊 唱唱歌啊什么的 自己在那弄 他就会经常做些奇怪怪的面包出来 可能90%都是不成功的 直到有一天 满清味忽然听到 楼下厨房里传出了八次的歌声 第一炉出来就是一堆都很可爱的牛粪面包 那个上面还有一个小核桃 它扁缀在那个牛粪面包的上面 我觉得特别好玩 我们就经常开玩笑 我们就说一个跳舞的人做的面包 里面肯定有舞蹈细胞 这款面包就叫牛粪面包 为什么 这样的话我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给来我这里的人介绍我们藏族的生活 牛粪对藏族意味着什么 用来取火 用来防止的保暖 牛粪烧完的灰烬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又变成了 纵青科的肥料 然后牛又会去吃长起来的那些东西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循环链 奇特的造型 粗糙的口感 熟悉的味道 用黑青科烤制出来的牛粪面包一诞生 就给八次和满清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黑青科牛粪面包的诞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